尊敬的方志豪参赞 恐怕第一参赞 尊敬的庄建荣处长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下午好 欢迎出席由北京市商务局 葡萄牙驻华大使馆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联合主办的 葡萄牙投资环境推介会 葡萄牙是中国在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方 长期以来 中普两国经贸合作发展顺利 中国持续保持葡萄牙 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中企对葡萄牙投资快速增长 2018年 两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葡萄牙成为接连接路上丝绸之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中普各领域务实合作 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和广阔空间 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我们由衷的希望 在中普合作不断深化的形势下 本次活动能够推进北京市企业 与葡萄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增进双方的了解 共创更多合作机遇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参加本次推介会的嘉宾 他们是 葡萄牙驻华大使馆经济和商务参赞方志豪先生 葡萄牙驻华大使馆投资参赞恐怕蒂女士 北京市商务局最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庄建荣女士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国际合作与培训部总经理胡杨先生 感谢各位嘉宾参与本次活动 首先有请北京市商务局最外经济合作处处长 庄建荣女士致辞 有请庄处长 尊敬的方志豪参赞 恐怕地参赞 各位北京的企业家朋友和葡萄牙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跨过时差和距离 通过线上的方式举办葡萄牙投资商机分享会 商谈营商环境 展望双方合作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对于我们扩大中国和葡萄牙的双向投资 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 搭建双方政府 商协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桥梁 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我仅代表北京市商务局 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朋友 表示诚挚的感谢 葡萄牙和中国有500多年的交往史 2020年将迎来 在过去41年来 特别是自2005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经贸、投资、能源、金融、文化、教育、科技、司法、交通和安全等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影响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 防控难度大 中国和葡萄牙两国守望相助 相互支持 也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制的理念 随着中府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两国的经贸关系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北京与葡萄牙双边贸易额1.6亿美元 其中出口7719.5万美元 进口9110.9万美元 2020年1月到8月 北京与葡萄牙双边贸易额是1.4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3.1% 这是在疫情以来我们的对外经贸 还处于增长的一个数据 是非常不容易 其中我们出口是9423.1万美元 主要出口的商品 有手机 医疗设施 医疗仪器和器械 成品有 进口是4778.9万美元 主要进口的商品 有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和零件 服装及衣着附件和纸浆 这是双边贸易的情况 在投资方面 截止到2020年9月 我是企业在葡萄牙直接投资 有4000万美元 4000美元 这个投资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特别是北京的企业 更多的了解葡萄牙的投资环境 形成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 我们北京的企业叫有一家企业叫火广 世纪传媒咨询有限公司 在葡萄牙设立的是环球伊比利亚传媒有限公司 从事的是文化艺术交流 影视策划咨询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发行和电台运营 相比较北京的对外投资 然后葡萄牙在京的累计投资 是比较 是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截至目前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13家 累计实际投资是80万美元 主要投资涉及的是制造业 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这是北京市和葡萄牙在经济和投资方面的一个总体情况 整体看来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除了这个在贸易方面 我们现在双边的这个经贸往来还是比较好 特别是疫情以来我们的数据表现还是正增长 而且是增长幅度达到了20以上 但是在投资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弱 特别是北京企业走出去 相对于我们吸引葡萄牙的外资投资到中国来说 我们还是有一些差距 所以也是今天我们举办这个葡萄牙商机 投资环境推荐的一个目的所在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北京企业了解葡萄牙的这个投资环境和政策 变我们未来形成更好的合作 各位朋友们 新冠疫情冲击下我们世界的变局在加速演进 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虽然在积累 但是中国和欧洲作为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 两大文明 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相互支持 相互合作 对于中欧在推进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恢复经济 维护正义等方面还是大有可为 未来我们也希望北京市与葡萄牙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 挖掘潜力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与欧盟发展战略和倡议 尤其是欧洲投资计划 欧洲互联互通战略 推动中普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得到更大的发展 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和文明的四大伙伴关系 好 我的讲话就到这 然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庄处长的致词 本次活动的举办得到了葡萄牙驻华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下面就有请葡萄牙驻华大使馆经济和商务参赞方志豪先生致词 有请参赞 尊敬的各位参会者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我叫方志豪我是葡萄牙驻华大使馆的经济和商务参赞 同时呢也是葡萄牙贸易和投资促进署的主任 我是负责这一事务的 首先我要感谢北京市商务局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庄建荣女士的欢迎 以及她能够亲自到场 我们不胜感激 其次也非常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在这一特殊的时刻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的所有代表能够参加这一次会议 并且感谢能够为组织此次线上推介会所做的工作 我相信这将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会议 此外我们也很高兴能够通过葡萄牙专家 以及行业领袖的介绍能够详细地了解在不投资的一些优势 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的到场 葡萄牙大使馆投资参赞 孔帕蒂女士 葡萄牙卫生小组执行主任 库尼亚先生 葡萄牙汽车制造协协会 莫比诺夫秘书长马查多先生 葡萄牙旅游局业务主管 以及在上海办事处的主管 蒂亚哥先生 以及律师事务所 国际协理律师 菲拉雷女士 他们都到场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今天将了解 为什么葡萄牙是一个投资的良好目的地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优质的人力资源 基础设施 商业环境 吸引新企业的能力 以及它具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 税收减免 还有财政支持 同时我们还将了解 中国在葡萄牙的成功投资案例 对此我们非常感到自豪 并且欢迎有更多的投资 此外 也希望了解国际投资者 对哪些部门感到兴趣 这一点也非常有益 葡萄牙驻华大使馆 和葡萄牙投资者协会 可以在整个过程中提供指导 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我相信各位会选择葡萄牙 作为下一个投资和生活的目的地 葡萄牙欢迎各位的到来 希望我们有长久的友谊 谢谢 葡萄牙是欧洲最稳定和安全的国家之一 法治体系健全 基础设施完备 市场经济成熟 与普与国家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 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 和巨大的投资发展潜力 下面我们先通过短篇了解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然后将由葡萄牙驻华大使馆 投资参赞恐怕地女士 为大家详细介绍 葡萄牙投资环境及优惠政策 国家是非常美丽和平坦的国家 国家是非常美丽和平坦的国家 与国家的国家 我们有着非常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我们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机遇 有着高素质的经过培训的劳动人 劳动者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着非常出色的企业 而且激烈非常竞争 竞争也非常激烈 我们有很好的大学高校 能够提供出色的人力资源 他们可以去面临新的挑战 掌握了新的技术 生产新的产品 提供新的服务 我们来到葡萄牙 是因为他们有着非常活跃的市场 有着多样性 我们现在在过去的三年里已经有了800个工程师 而且投资环境 营商环境也非常的良好 我们在招聘这些工程师的时候 他们都是来自于15个不同的国家 大家可以想象他们都以普宇来工作 因为这里的生活质量非常高 生活品质非常高 所以他们都来到了葡萄牙 我们来到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由于这里的国际化思维方式 我们有着58个国家的文化组合 有些人会讲英文 但是还有人会讲其他的语言 西亚人民非常热情 而且可以直接地和客户进行交流 去寻找他们的需求 同时葡萄牙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 我们有人缘 有知识 这里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 这是让我们能够投资于葡萄牙的一大原因之一 这个我们很好的机会在葡萄牙去进行投资 如果你想投资的话 葡萄牙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可以继续是吗 好的 下面有请葡萄牙驻华大使馆投资参战 孔帕丁女士 介绍葡萄牙投资环境及优惠政策 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专处 各位嘉宾 各位企业领导 各位中国朋友 葡萄牙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小午好 我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 关注葡萄牙的斗资环境 也感谢中国国际电子生物中心的辛苦 帮我们就班这次活动 也感谢今年以来 这个中心对葡萄牙的支持 我平时在北京 今天也是从北京参加这次活动 目前我是葡萄牙驻华大使馆的投资参战 同时也是葡萄牙经贸投资 促进局的代表 刚才专处介绍了一点点葡萄牙和北京的经贸关系 然后接下来我也想给你们简单介绍 外国企业在葡萄牙找到的投资环境 一家寡国公司在葡萄牙改正项目的时候 它可以利用哪些优势 关于不同领域的具体优势 后续我们邀请其他的嘉宾给我们介绍 好 允许我现在讲英文 请高级翻译老师给你们提供更好的中文介绍 活动结束以后 我欢迎大家跟我们沟通 如果你们想提问或者需要详细的信息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除了葡萄牙驻北京大使馆 我们也在上海总领馆 光州中领馆还有澳门中领馆 都有我们的代表 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系 所以我会开始我的讲演 那么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要简调地看一下 葡萄牙和中国的双边关系 就是我们之前的参战所说的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我们在公司方面进行踏步合作 那我也想强调非常重要的一些事件 尤其是双方的外交事件 那我们有两次的总统国是访问 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 而且葡萄牙也是首先的 一个欧洲国家和中国 签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的 和中国成立了这样的蓝色贸易伙伴关系 葡萄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投资的一个目的地 那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我们到底在葡萄牙有怎样的机会 举个例子 华为在2004年在葡萄牙建立了它的科技支持中心 从那时候开始 它就已经在研发布置各种各样的项目 那么除了它的4G和5G的基站之外 还有在利斯本也建立了它的科技中心 那另一个就是中良了 中良在葡萄牙有一个新的投资的项目 那么它也打开了它在食物领域的新的投资的项目 那在葡萄牙建立了这个共享服务中心 那这个共享服务中心呢 因为中良有很多的公司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那么他们想要去关注IT 人力资源 财经等等都放在这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3个不同的城市 23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那在这些分析之后呢 他们还是觉得葡萄牙呢 是最好建立这个中心的地方 因为呢 利斯本是葡萄牙第二大的城市 那这就是两个中国在葡萄牙的投资历子 那我们也得到了其他的在不同部门的投资 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在能源和使用水务方面 以及甚至财经方面的 医疗方面的 以及科技方面的 以及制造业方面的投资 那么葡萄牙呢 也是一个欢迎外资投资的国家 我们也欢迎中国的投资者呢 来参与到我们的这次这个正式的会议上 那根据OECD的这个研究发现呢 我们是对于外资投资第二开放态度的国家 以及呢 是排名第二十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 看这个生意环境的时候呢 做生意的简易度 那葡萄牙呢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排名 它是排名根据世界银行呢 做的一个调查 那么葡萄牙呢 排到了世界的第一位 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国家 做外贸易的 所以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也就是说在葡萄牙的这些公司呢 他们的这些运作 他们的市场 都很多关注于海外的这些市场 那就是 大部分的海外公司 在葡萄牙设立自己的公司的话 他们会建立自己的工厂 他们也会把很多的这些输出 输到了欧洲的市场 当我们谈论外资的直接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他们是有很多不同方式可以结论的 可以是资金的转换 可以是公司的并购 可以是建立厂 建立工厂 可以是建立研究中心 等等等等 那根据葡萄牙 国家银行的研究呢 总体的外资直接的投资总量呢 去年是1430亿欧元 那大概是全国的70%的国民生产总值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外资的投资呢 对葡萄牙的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投资方面呢 我们给予很多的支持 那么根据我们的促进会 根据我们的葡萄牙的政府 所做出的一些策略 当我们看到这些项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部门一直在支持这样的项目 我们也有这个绿地项目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呢 我们签署了一个协议 与80个 80间公司 那这些80个投资的这个合同呢 给葡萄牙总共带来了 相近180亿欧元的投资 那么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投资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些重要的公司 那么他们在葡萄牙呢 也在过去投资过 当然啦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些例子 那我们这儿有一些是生产方面的 那这些只是一些公司了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公司 都放在这个列标里 但是大家从这里就可以想到了 从各种各样不同的部门 都有公司 各种国家都会有公司 会在葡萄牙建立新的项目 那这儿我们看到 左边呢就是一些的制造商 那这些制造商呢 或者是在葡萄牙建立了新的工厂 或者是在葡萄牙扩张了 他们的生产能力 那么中间呢 我们有一些合并和并购的公司 比如说中国产生三家公司 在一些能源呀 运输呀 交通呀 以及不同各种各样的部门 那剩下的是商业服务 贸易服务的这些部门 那这一个部门呢 是在葡萄牙迅速增长的 葡萄牙呢 有150个贸易服务中心 他们是从各种各样领域而来的 比如说有金融背景的 有科技背景的 有工程背景的 有汽车背景的 有国际贸易背景的 例子与中粮 有新能源设施背景的 以及科学等等 所有这些服务部门呢 他们都能给予不同的服务 那在开始的时候 基本都是客户支持的 服务中心 但是在现在呢 变更出现了一些改变 比如说现在主注于工程 IT以及其他方面 那当我们在谈论 葡萄牙到底想要吸引 怎样的项目呢 想要关注于什么样的项目呢 那通常我们支持的是 我们想要吸引的是 帮助经济发展的这些项目 这些项目呢 比如说建造和制造业呢 他们可以提升葡萄牙的出口 我们也想有更多的这样类似的项目 来到葡萄牙 同等重要的也是新的投资的项目 可以帮助葡萄牙得到更多的人才 那么葡萄牙呢已经在教育里面 投资了很大了 来提升我们工作力的能力 那我们的这个劳工市场可以给经济发展 带来更多的活力 那另外的其他的重要的目标呢 类似于帮助 类似于帮助 国家 可以更多的利用新能源 变得更加的可持续发展 能帮助这个国家 变得更加电子化 那所有的这些项目 我们都是去给予高度关注的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呢 因为我们和成百上千的 这个国际公司有联系 那么他们对在葡萄牙投资 也是有兴趣的 我们已经确认了一些 四个主要的公司层面 关注的东西 当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国际商务发展的时候 那我们 在这个疫情之前呢 我们已经找到这四种了 那么在这疫情之后呢 这四种甚至在更加的加速发展 那很多公司都是跨国公司 甚至有更多的中国公司 在变成跨国公司 因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 都在扩张 变得更加的国际化 有更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客户 变得在很多部门里面 变成主要的这些公司 那这些呢 也就变成了公司的主要的目标 那么公司想要跟客户变得更近 他们想要确认自己的供应链 是有持续性的 他们可以确保呢 在疫情或者在灾难期间 都可以保持这个物品的供应 那么也想要更多的环保的产品 我们也要求呢 这些公司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 他们把这个当地的这些公司呢 也包含进去 当然了公司也理解 所以现在不开始明白 要投授于一些项域 要投授于一些等域 但现在不开始明白 要投授于一些领域 变得更快地 甚至甚至顺利 改善的加对方向 要更快要建设起了好的合作关系 需要建设起了好的合作关系 需要建设起相关的货号标准 所以我们就在这些主要的主要 这四大区别预示 我们有五大优势 是人材 人材 人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项 对于企业的战略来说 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安全性和生活品质。 我们来看看细节 这五大优势都有什么内容。 首先在葡萄牙, 大家知道它是在西南部, 欧洲的西南部, 它与美洲大陆有联系。 它像是进入欧洲市场的一个大门。 我们的国内市场 现在只有1000万的消费者。 而整个欧洲市场是很大。 整个欧洲市场有5亿的消费者。 所以投资于葡萄牙的企业 不仅仅可以服务于我们的本地市场, 还可以服务于整个欧洲的5亿的消费者。 另外,还因为葡萄牙与葡萄牙与国家, 葡萄牙与市场, 比如说像一些南美国家有着进行的联系。 如果选址在葡萄牙与这些企业也可以设立一些项目来针对于这些市场。 当然,我们有着良好的计划设施, 而且在欧洲的中部可以和欧洲各地都连接起来。 我们在技术社上,在全世界排名第21位, 在葡萄牙的外国投资者也会设立起他们的这种快国企业。 也非常方便,传客也可以出口,比如说像汽车市企业。 百分之九十的产品都会出口,可以利用我们良好的计划设施。 另外,如果是服务公司服务企业, 可以提供远程服务。 我们有这非常具有弹性的和恢复能力的通信设施和网络。 在我们国家招聘了100多名工程师。 在我们国家招聘了100多名工程师。 在葡萄牙,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找到专业的人才。 他们都是以最高标准培训出来的人才。 同时,这些人还可以非常便利地和企业进行沟通,相互沟通。 因为他们都是本地的员工。 另外的这些员工也可以说流利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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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很多人都会有第二语。 这样呢,就为沟通多文化环境当中的沟通提供了机会。 在创新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简单的地图, 帮助大家理解创新的企业是如何布局的。 在地理上。 我们可以看看在其中南部。 如果我们看创新能力的话, 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那我们和欧洲,比如说欧洲中部,法国,德国是持平的。 这么说明我们的创新能力是很强的。 包括一些研发的机构,优秀的大学, 还有科研机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所以这些标志让企业可以创新。 然后在环境保护方面, 我们也是一个绿色国家。 我们可以使用可再生能源。 我们在欧洲。 我们在欧盟是第五大可再生能源国家。 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表现非常优秀。 另外呢,里斯本在2020年也获得了欧洲绿色资本奖。 因为大家是做新的投资。 那肯定也需要对中式的评估。 在葡萄牙,我们的安全,政治社会稳定,医疗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能力前劳。 都持有了非常好的排名。 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可以带来稳定有良好的医疗保障和技术设施。 另外还有生活质质。 很多人会认为 欧盟有着很高的生活质质。 我们在南部的欧洲 有非常好的气候。 比如说像沙滩。 降光。 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有发展的游业。 如果我把我的工作人员工作, 可能他们不会全都工作, 他们只会享受。 但你也可能会认为 如果让员工来到葡萄牙工作, 他可能就会享受生活, 而不是认真工作了。 但是其实生活对于工作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比如说在一个多文化跨国的项目当中 就是要适应这样的不同国家的环境。 如果他们要把家人也带到葡萄牙。 这样本地的接受度, 以及他们自己的这种适应的程度肯定也会更好。 孩子可以进行好的学校上学。 我们要好好的两个基础设施。 而且也很安全。 所以葡萄牙可以提供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 便利于跨国企业跨国项目, 能够在葡萄牙落地, 并且也能够有利于这些工作人员。 所以这些就是葡萄牙的优势。 我们还有一些优势。 我们非常乐意能够在后和大家亲不交流。 所以我们非常乐意为大家能够收集数据。 所以我们非常乐意为大家能够收集数据。 我们可以在线上进行这种访问, 线上考察, 因为现在疫情的影响。 葡萄牙的合作伙伴还有机构也可以与你们这种方式建立联系。 所以如果你们有计划或者有项目, 想要知道如何在葡萄牙投资。 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与你们进行接触。 我们在中国有代表处, 一共有四个代表, 上海、北京、广州、 还有澳门。 所以请联系我们, 在选址等方面都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各位。 好的,感谢大家的介绍。 经过多年的努力, 葡萄牙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优势产业, 为中埔两国企业开展产业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提供了机遇。 我们今天的推介会也邀请到了一些葡萄牙优势产业的代表, 来为我们介绍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 那么首先就有请生命科学领域的代表, 葡萄牙医疗行业企业协会, 葡萄牙卫生小组执行主任库尼亚先生发言。 有请。 Hello,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好, 下午好, 下午好, 早上好。 非常感谢能够邀请我参加本次推介会。 我给大家共享一下屏幕。 请稍等。 OK。 好了, 我准备了一个演讲, 主要是关于我们葡萄牙的医疗行业、卫生行业以及价值链。 为此呢,我带大家简单的看一看我们整个葡萄牙医疗行业, 的总览概览。 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葡萄牙行业协会, 也就是我所在的机构, 我们的工作。 另外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战略愿景。 另外还有一些关键的项目。 好。 在我们看来, 葡萄牙的医疗行业、卫生行业, 是快速演变的、快速发展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 我们的医疗行业, 现在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 我们活跃人口的5%, 以及货物出口的2.5%。 而且葡萄牙的公司, 他们在全世界都是公认的高品质的供应商。 而且都是非常可靠的供应商。 很具有弹性。 他们的出口一直持续地增长。 特别是需求最为大的一些出口市场, 比如说德国, 这是我们最大的。 其次是英国、法国、美国和西班牙。 今年即使是有疫情的影响, 尽管我们出口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但是医疗行业现在还是名列前茅并且有所上升。 这是从1到9月份的数据。 这个介绍是可以发给你们的。 谁感兴趣的话可以拷贝去。 但是我这里列了几个列表,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是我们现在医疗卫生行业的一些主要内容, 比如说像制药、生物技术、产品服务等等。 我们认为葡萄牙、医疗行业、 卫生行业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的活力, 我们生机勃勃, 而且我们有着创新性的这种研发环境生态系统。 当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 这些数字是很小的, 和中国是没法比的。 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大小, 其实是。 但如果你来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大小的话, 这些数据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他们这些数据呢, 一直在过去的十年中持续增长。 就像刚才的领事所说的, 我们教育的质量, 尤其是在关于健康方面的质量呢, 都是在世界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地位。 那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有很多, 我们在医疗方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出口。 那以及呢, 我们也出口了很多的这个医师, 很多的手术师, 很多的护士给我们的邻邦国家们。 那现在呢, 我们的总共的医学博士的产生呢, 是每年多于六百位的。 那就考虑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小呢, 它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也是非常高质量的。 这些是一些指标数据。 那我们通常呢, 在全球内的排名是非常高的。 有一些指标方面呢, 我们都是排在全球前20的。 那么葡萄牙的整个排名呢, 在整个的这个健康指数上都是很高的。 那尤其关于这个健康的部门呢, 当我们一直在比较排名的时候, 你会发现葡萄牙的排名一直在增长, 一直在增长, 一直在增长。 那么现在呢, 这个我们的名字, 葡萄牙健康企业商业协会呢, 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协会。 那么他总共呢, 加入了整个的研发机构, 大学医院, 以及呢, 从这个民间来的一些公司, 一些制药的公司, 以及呢, 做一些生物科技的公司。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在过去的12到13年间, 已经被加入了国家的很多的医疗关键计划, 包括这些临床实验临床的调研, 以及越来, 以及呢, 人的健康老化, 以及呢, 健康旅游业, 以及线上健康这样的问题。 那这些都对我们国家的投资的这样的能力呢, 给予了一些贡献。 那现在, 我们的, 呃, 这些, 这个协会里面的成员呢, 也越来越多了。 那现在呢, 也能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主要的关键的数据, 关于这一些人。 那我们对于, 我们也有一些战略性的愿景。 那这些愿景呢, 是与政府的政策是一样的。 我们和政府签署了, 在去年3月签署了一些协议。 那这些协议呢, 是关于我们未来国际化的一些发展的。 那这些景愿, 就是, 健康呢, 可以是最重要的, 最多元化的经济支柱。 那它可以是对于增加葡萄牙的出口的方面的经济支柱。 那也许呢, 以去基于一些主要的项目呢, 我们可以对其他的国家提供很好的, 很好的帮助和协助。 那么, 当我们谈论到健康的时候呢, 我们最后想做的, 其实就是这样, 去帮助他人。 那么, 政府呢, 也会帮助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以及在这个决议上做一些推动。 那当然啦, 甚至是我们整个健康医疗部门的这个质量和服务。 我们希望他在世界范围内是可以得到赞扬, 是可以获得一些他应得的名誉的。 那这些景愿呢, 是主要有五个方面的, 五个趋势的。 那我觉得这五个趋势是大家全世界各地人都可以同意的。 第一个就是, 就是技术赋能于我们的医疗系统。 那整个的医疗的系统呢, 都被新的这个电子技术呢, 带到了一个新的层级。 那么, 各种系统之间呢, 也有更加强的联系。 另外一个呢, 是主动的老化。 这个老化呢, 其实人口老化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同时呢, 它也对国民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对现在也是, 对未来也是。 那同样也是基于价值基础的医疗系统。 那这个就像是一个静默的健康方面的革命。 那么我们把健康医疗, 不把它只想成一种产品。 那也不只是去专注于它的产出的这个质量。 那也不仅仅是关于它的创新。 那同样, 我们要看使用者, 公民, 他们对于这些产品的感受。 那在这一个阶段, 在这一个时期, 他们未来的发展和现在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我们把这些叫病人2.0。 那么因为病人2.0呢, 通常都是有更好的信息。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也有第六个这个趋势了。 就是我们今年的疫情。 那么疫情呢, 引起了很多的这些后果。 那这些后果呢, 也是在我们经济甚至医疗发展中, 必须被考虑在内的。 那同样, 我们的景愿呢, 是在这个整合的价值链里面的。 从研发到工业, 到电子健康, 到这个提供商。 那么我们把这些, 所有这些都已经列了出来。 那它在我们的健康系统当中呢。 那在20, 我们在21世纪应该更加专注于这个慢性病。 因为慢性病呢, 已经慢慢影响就越来越多的。 我们的人口, 无论是在公司的, 无论是在这个社区的。 那同样, 因为呢, 这个变成越来越主流的一个症状。 那它也应该变成我们主要的一个担忧。 那同样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阻止这一集呢, 主动的, 我们叫做主动的老化。 那同样, 我们应该有一个, 呃, 战略性的议程, 来让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 那第一个议程呢, 就是创新。 我们应该有更好的, 更多的这个合作。 在研发方面的, 尤其是在研发方面的机构的公司之间。 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些更加的转换性的方式, 可以让公司呢, 可以有更活跃的参与度。 那同样是工业化。 而工业化呢, 也是在支持着外资的投资的。 那么和公司之间的合作的。 那另一个是电子化。 那么我们现在有的最大的一个健康方面的挑战呢, 是有些人可以认为是可以通过电子化进行解决的。 那健康系统呢, 我们需要应用起来, 哦, 应用起来电子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那同样的也会有一些政府的一些激励项。 但是我想主要说一下, 我们想说一下这个研发的这些活动, 对于我们的吸引外资的投资呢, 来说, 在健康方面的话, 这些项目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像刚才的参战所说的, 我们有很多的好的观点, 有很多的好的方面可以是吸引这些直接的外资。 那同样我也想强调一下这个未来是一个电子化的。 那电子化呢, 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不仅仅是在其他的商业或者工业部门, 也同样是在医疗部门的。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一些项目, 现在是三个主要的项目。 我们的一些成员的机构所做的。 那另一个呢, 是大家看这一页的智能健康网络。 那这就是我们智能健康网络里面的一些成员公司。 那里面有很多的新兴公司, 还有一些大学。 那在这些项目里面呢, 他们都想着去如何更好地应对疫情。 尤其是在控制、管控、管理方面的。 能让整个的应对疫情方面的变得更加的高效。 能让挑战变得更加的轻松。 那对于这个基于健康的医疗系统呢? 以及我们在眼科方面的一些发展。 那我们总共有13家公共医院和私人医院加入了我们的协会。 那可以去共享这些共享治疗的手段。 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例子。 那这些例子呢, 都是基于价值的医疗系统的。 因为疫情的整个项目呢, 我们现在不得不去停到推迟到下一个夏天了。 最后呢,我想说,这个差不多是我做这个演讲。 最后几分钟了。 但是,我觉得下面这幅图呢可以给出, 在我们的这个协会,医疗协会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医疗结构。 它的这个整个项目呢可以说难度非常大, 但是它的景愿,它的野心也是非常大的。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之内呢, 这整个一个项目会慢慢的落地, 会被落实。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聆听。 好的, 感谢特米亚先生的介绍。 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是葡萄牙国民经济重要支柱行业。 那么下面就有请葡萄牙汽车制造业协会秘书长马查多先生, 为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有请。 葡萄牙早上好,中国下午好。 那我本人非常感谢, 以及呢代表葡萄牙汽车协会呢, 可以被邀请到这次网上研讨会。 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汽车行业的能力。 我认为呢, 对葡萄牙汽车行业的发展, 以及呢对两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都会是一个好的机会。 那开始我的演讲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的这个PPT。 我们的汽车行业协会是葡萄牙的一个汽车协会。 我们和中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有的这些厂,制造厂,制造商, 以及元件的制造商, 还有小的供应商。 另外还有一些大学, 还有科研机构。 他们可以给我们增加价值, 给这个行业带来价值。 我们提出的建议呢是, 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为此我们选择了三大支柱, 三大机遇, 一次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选择的方式, 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呢, 包括合作, 发展,增长, 还有创新。 对我们而言, 创新是最最重要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与众不同, 并且能够占据市场份额。 最后一个是增长。 因为我们需要自我发展, 需要让企业有所发展, 让企业为未来做好准备, 实现增长。 这样呢, 才能够适应新的趋势, 能够适应新的世界。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世界的巨大变化。 下面我要讲一讲, 整个汽车行业的价值链, 从小的供应商开始, 一直到制造商。 另外呢, 还有汽车的这种变速箱生产商, 车身生产商等等。 另外还有销售市场和售后市场。 销售市场和售后市场并不属于我们的责任范围内。 我们在整个欧洲的汽车行业内, 有非常多的伙伴以及成员。 我们在欧盟委员会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 我们可以帮助欧盟委员会来制定在其中行业的发展目标和政策。 另外呢, 在整个欧洲面临疫情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有助于欧盟委员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们可以提供人力资源, 提供我们的能力和专长。 帮助整个行业来面对疫情, 克服疫情。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具有战略性的变化。 这些都是疫情所带来的。 在这一页当中, 我想要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们最大的一些成员, 这些企业机构都是我们的成员。 大家在这一页上可以看到, 一些厂商, 他们是在葡萄牙进行生产的。 有一级的生产商。 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生产商都在葡萄牙有所投资。 在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有世界上最大的五个厂商, 他们都在葡萄牙生产。 另外, 在世界上最大的十二家一级的供应商, 他们其中有七家都在葡萄牙售油厂。 作为协会, 我们也可以将各种各样的技术机构, 科研机构汇聚在一起。 他们来自全世界各地, 代表不同的国家。 下面我们来看看所有的厂商。 葡萄牙具有着地理位置的优势。 我们在欧洲的西部, 我们非常邻近的是世界上最第二大的汽车生产国。 那就是西班牙, 还有德国。 因为现在在欧洲最大的汽车生产商是德国, 第二大是西班牙。 而我们具有地理优势。 所有的这些厂商, 我刚才都提到过, 我们可以支持这些最大的供应商, 市场。 西班牙市场。 各位在葡萄牙的所有投资, 不仅仅是服务于我们国内的市场, 而且可以走向西班牙这个最大的市场。 如果我们看看所有的生产趋势。 在利比利亚半岛,葡萄牙和西班牙, 我们的生产量是这样一个趋势。 当然由于我们现在面临着全世界的疫情, 我们的预期也有所下降。 产量不会上升, 并不会像我们过去的几年所呈现的这样一种上升趋势。 在葡萄牙, 这一些是我们逐年生产车辆的数量。 2019年,我们达到了最高峰, 是最好的市场,表现最好的市场。 我们生产了345,688辆汽车。 那我们生产了哪些车型呢? 在葡萄牙,我们生产了图上的这一些车型。 比如说在大众的汽车厂, 还有在雪佛兰,另外还有小的这种卡车。 这是在三菱工厂生产的。 这是我们在全世界提供的一些车型。 并且呢,我们也覆盖了欧洲各大品牌。 我们有雪铁龙的合作伙伴。 另外还有BSA,他们在葡萄牙生产的车型。 还有丰田。 另外我们还可以生产这种电动的公交车巴士, 传统型的巴士。 我们现在已经生产出了三种巴士。 它们是不同动力类型的。 下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葡萄牙汽车行业的出口情况, 以及我们对于葡萄牙经济的影响所占的比例。 在葡萄牙我们是最重要的行业。 因为汽车行业能够带来更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贡献量也最大。 2019年,我们的全球产量是150亿欧元。 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出口国。 因为98%的产品都出口到海外。 这也说明了我们具有竞争力, 我们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我们出口到国外市场, 并且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这说明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性能是比他们更好的。 另外呢,我们在葡萄牙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也占了20%。 对于就业的贡献达到了7万5千人。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些趋势, 包括了市场的这种动态活力。 另外呢,工业4.0, 还有新的出行概念。 在全球的汽车市场,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因为市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比如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现在全球传量的50%其实都是在亚洲市场消费。 超过50%的消费都是在亚洲。 所以这个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中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另外呢,工业4.0。 工业4.0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我们现在改变生产的工艺流程, 增加了更多的智能工厂,自动化工厂。 其中有一些智能的机器人,机器手臂。 这样我们使用的人力就更少。 因此我们要为未来做好准备。 因为这样的改变会影响到我们的竞争力, 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行业。 2025年到2023年, 我们就需要以新的方式来进行投资, 投资于新的流程,工艺,还有生产方式。 这样呢,才能够走到欧洲的最前端, 走到汽车行业的最尖端。 另外,在出行概念上,在产品上, 我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新的概念。 他们更加的互联互通,更加自动化, 更加绿色,而且是可以共享的。 所以,我们要让所有的会员,所有的成员, 都为这样的未来做好准备。 特别是葡萄牙的这些企业。 我们要准备好,来提供这种新的需求, 新的产品,贡献于这个行业。 我们可以使用新的材料,新型材料, 来制造,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进行生产, 利用更多的软件进行生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科技机构,CIA。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和产品开发的中心。 我们可以做研发, 我们可以做一些科研, 涉及到各行各业。 但最重要的也是汽车行业。 在这张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产品的构成。 它们有不同的构成, 不同的外观, 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设计。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种概念。 这个机构目标是能够打造出这样的汽车具备图上所有的这些特征。 来服务于市场的需求。 葡萄牙是世界上, 是欧洲第一个, 是欧洲第一个发展出最好的充电桩网络的国家。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葡萄牙。 如果你开的是一辆新能源汽车的话, 你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充电桩, 无论在任何地方。 所以呢, 整个的我们的充电桩网络呢, 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便利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 那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呢, 是一些大公司的。 那这些公司来到了葡萄牙, 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 来准备着应对将来的挑战。 那现在请看, B&W, 宝马公司, 来到了, 2018年呢, 来到了葡萄牙。 那么, 在我们国家里面发展的, 无人驾驶宝马车, 作为未来准备的一个阶段。 因为他们知道, 在葡萄牙呢, 我们有最好的工程师, 我们有非常棒的大学, 我们也有很好的技能劳工。 那所以呢, 宝马公司来到了葡萄牙, 和这些人才和工程师, 来共同研发, 来面对宝马将来, 未来的一些挑战。 那么, 我们的工程服务呢, 也会面对着人工智能, 或人工智能对于汽车行业的改观, 做出一些改变。 那么在宝马公司之后呢,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个宝马公司这一页。 那我们也和大众公司呢, 不是他们的生产商, 但是, 也是和宝马公司是一样的, 我们提供的是, IT服务, 那我们提供着新的技术, 新的人才。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梅塞德斯奔驰, 那他们在里斯本做的一个新项目, 和我们的工程服务项目合作, 开发未来的汽车。 那最后一个例子呢, 是, 是一种卡车, Dainan卡车, 它也是在, 戴姆勒卡车, 它也是在里斯本创建的。 他们正在研发新的技术, 也为戴姆勒的卡车呢, 研发未来的无人驾驶系数。 那最后呢, 我们已经谈论了一些, 关于博士公司的东西。 那博士呢, 我们在研发的是, 同样是无人驾驶汽车。 他们在葡萄牙呢, 他们在葡萄牙寻求这样的发展, 可以有新的技术, 来支持博士新的概念性的产品。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在葡萄牙的北面, 和continental, 和大众, 戴姆勒和奔驰一样, 在葡萄牙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有很好的工程服务, 有很好的能力去应对未来的一些挑战, 提供对于未来挑战的解决方案。 那最后一页呢, 在我谈论这一页之前呢, 我想邀请中方, 我想邀请中方的汽车制造行业, 来到葡萄牙去投资葡萄牙产业。 那我们也想在葡萄牙建立这样的汽车制造厂, 来制造新能源汽车。 那同样, 在葡萄牙呢, 我们可以接触到整个欧洲的市场。 那我们也知道, 中国是新科技的一个很好合作伙伴。 那我们也可以和中国的一些公司, 来合作研发一些新的技术, 来应对未来无人驾驶汽车的挑战。 不好意思, 这一页呢, 是用葡萄牙语写的。 那在这一页的中间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最大的这个提议, 关于联网, 关于创新, 关于人类资源, 关于游说, 关于竞争力。 那我们想建立这样的项目。 那这一页呢, 就显示着我们的项目。 我们正在此处努力。 那首先呢, 我们有这个葡萄牙2020这样一个项目。 另外一个呢, 我们正在研发的这个项目呢, 是关于葡萄牙汽车产业的展望。 那让所有的世界上其他的投资商呢, 都可以在这一个网页的门户上, 找到葡萄牙汽车产业的一些信息。 那另外我们有一些供应商。 供应商的, 我们叫做供应商俱乐部, 可以加速在葡萄牙产品的供应链。 那么, 也让我们可以直接去销售这些汽车。 那我们也在研发这个GPS。 那是我们葡萄牙2020项目的一个部分。 它同样是以欧盟委员会而注资的。 那帮助我们葡萄牙汽车产业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也对这一间公司4.0提供的变速箱。 以及我们的公司也会注意着电子的这种转换。 那同样它是被葡萄牙2020项目 以及欧洲基金会所注资的。 那对于我们同样人力资源上面也有两个项目。 第一个是增大公司的人力资源的范畴。 那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疫情现在对公司的影响。 我们不得不停止汽车的生产。 因为没有很多的销售了。 所以呢,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项目和政府一起。 让人力资源可以得到一个持久性的发展。 那可以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技能,更多的培训。 尤其是在公司停产的这些阶段。 那这个项目呢,也是由欧洲基金会而注资的。 那另外一个这个Drives,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欧洲的项目,不是葡萄牙的一个项目。 它是也是让在汽车产业部门的人力资源可以重新得到调控,重新得到调配的。 那最后是一个技术的发展。 我们整个的总共是一亿欧元来研发欧盟将来的新能源汽车,来进行研发,来进行创造。 那最后想要的目标呢,就是可以创造这些的车。 它应对着未来所有的需求。 我们不是想要去卖车,我们只是想要给世界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想要给世界展示我们能研发出来的技术,我们能研发出来的新的竞争力,来注入整个的汽车市场。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开放性的创新项目。 那这个项目是为了从新兴公司到大公司都可以参与的。 那我们的项目同样也包括欧洲电子创新中心。 那么这个电子创新中心会专注于人工智能方面, 以及呢,对帮助这个国际化呢,我们有两个项目。 第一个,两个项目呢,都是国际化的。 那么有一个叫,关于这个欧盟汽车委员会呢, 关于葡萄牙汽车委员会的。 那最后呢,是我们的公众政策。 公众政策方面呢,我们和政府签署了协议。 那这个协议是在去年。 我们准备了四种手段来应对, 来应对新冠肺炎对汽车产业的影响。 那这个是在大概是四月份。 到现在为止呢,四个项目中, 现在只有一个手段没有被最后的实行。 那对于我们汽车协会呢? 今年被这个欧盟委员会授予了杰出贡献奖, 以及呢,杰出管理奖。 那么欧盟委员会呢,把我们的协会当成了组织管理的一个良好的例子。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是一个我已经告诉大家的车。 这个车呢,是我们是在未来三年之内准备设计研发出的一款车。 那来提升我们最后的一个竞争力。 那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展现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图标。 因为我们自己的,自己公司协会的推广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在自己的国家见到你, 如果我们想在路径图上走得更远, 如果我想给你们展现我们自己国家的竞争力, 汽车行业的竞争力,抓住机会的话, 我们就能在葡萄牙建造,抓住产业发展的机会, 以及呢,征服欧洲,以及征服未来。 那么,谢谢大家。 我也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信息。 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那我之后也会给大家回答。 好的,感谢马查多先生为我们介绍葡萄牙汽车制造行业。 近年来,葡萄牙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 频繁展获各种国际奖项,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下面就有请葡萄牙旅游局业务主管伊亚哥先生, 介绍葡萄牙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有请。 Ladies and gentlemen, 北京 Municipal Commerce Bureau。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市商务局以及葡萄牙驻华使馆, 以及中国电子商务中心走出去导航网。 那么大家下午好。 以及葡萄牙的参与者,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主要三个话题。 首先我要说一说我们的葡萄牙国家旅游局, 另外的一些数据和事实,此外还有在旅游行业的一些机遇, 我们相关的计划和我们所要的需求。 其中呢也包括复兴项目,自然复兴项目, 还有旅游项目的基金。 首先,抱歉。 首先我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它是关于葡萄牙旅游业的。 我要告一对不先来。 才能进行的空间。 尼玉 总聚之诚会, ты更像是佛兰牙旅游。 你能听到。 你能暖面传心。 你因为在沙门观中呢。 你能陪伯存在中处室。 我已经感觉到西ukan, 你真正中 遥阅寿。 你只能感受到我的眼睛 我只能感受到我的眼睛 我只能感受到我的眼睛 我只能感受到你的眼睛 我就能感受到你的眼睛 但是我 Gel Pokémon 你永遠都是我的眼睛 我也是我的手 那个人的身Michael 我只能感受到我的眼睛 我的夢幻想是我的唯一 我的唯一是我的唯一 我能做到我的改變 是真的 是真的 我愛你 欸 大家 我愛你 你 你的oon 我愛你 我们的旅游局 数字转型部之下的一个局 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价值 并且要确保葡萄牙旅游业的可持续性 另外我们还有国家国家的这个范围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公共的机构 经济中介商业中介都是设在其他国家的 我们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是30% 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吸引国外的投资 葡萄牙在国际社会上 都是大家公认的旅游目的地 其中是获得了三个重大的奖项 里斯本市获得了世界旅游城市的奖项 另外还有我们的小岛也获得了小岛旅游目的地的奖项 在疫情之前 世界旅游及旅行旅事会将我们评为欧洲国家当中第一大旅游目的地 而且我们在全世界和平方面是位列第三位 我们在葡萄牙留宿的人次呢 达到了6600万 这是每年的 这是在疫情之前的数据 大部分的人都是来自于五大国家 另外说到它的需求分布 也就是我们地区的分布 主要是在里斯本 在奥尔嘎夫 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 选择到访我们国家的主要市场 外国市场 是在欧洲 包括美国 巴西 还有中国 我们有60万在葡萄牙的留宿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游客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倡议 叫做复兴倡议 这是文化经济和财务部 财政部所发起的 我们可以将有历史意义的 有历史价值的一些财产 能够对公众开放 发展旅游业 但是呢 由政府来决定开放哪一些这些文化遗产 所以我们就进行招标流程 我们可以决定有哪一些人 哪一些机构可以加入到这个复兴项目当中 作为投资者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门户网站当中 这里有一个链接 所有的开放于投标的这些房地产 还有我们的景点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我们也知道投资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网站 这个门户网站的目标呢 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尽可能便利地进行投资 做正确的决定 我们有比如说不同的信贷额度 另外项目的每个项目最大的投资额 最高投资额是7.500万 是750万欧元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和条款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链接中发现 我们的目标是将游客带到新的旅游地区 旅游目的地 在这些地区推动可持续发展 另外能够帮助这些公共的文化遗产 得到恢复和复兴 另外这对于投资和创造就业来说 也是一大贡献 说到不同的地区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财产 各种各样的旅游目的地 比如说像城堡 像修道院等等 我们的第二项任务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 有很多数量的这种财产 有很多数量的旅游目的地 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各个地方的文化遗产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21项公开招标 有16个特许经营权已经发放 签订了14项合同 有两个旅馆已经开放 我们主要要实现的是 1.35亿欧元的投资 这是几个例子 这是开放投标的一些地区 一些景点 很多都是公共的文化遗产 现在通过这个项目仍然在公开招标 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修道院 也是开放招标的 这是12世纪到14世纪期间的 一个修道院 占地5565平方米 而且它预计的投资呢 将是550万欧元 如果大家有意投资的话 那么我们的旅游局可以帮助大家 做这样的决定 提供相关的信息 今年我们发起的另外一个项目 是自然威复 是自然复兴项目 也是今年7月份发起的 其中呢包括16个地点 是第一批 这是一个实体的房屋 2020年10月19号开始 它是截止的日期是 2020年10月19号 所以所有的这些资产 都是公开开放 供大家进行投标的 我知道现在时间不够了 所以呢我就很快的过一下 然后呢我会给大家分享这个PPT 我会发给你们 我们刚才说到了复兴自然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复兴自然基金 这个项目呢比较小 所以说到投资方面 投资数额也比较低 这和复兴项目比较类似 这些资产 他们所处的地点都是绝佳的 因为他们都处在一些受保护的 或者是自然保护区 在这些地方建造的 在这些地区呢有一些优势 另外呢还有一些工业区 大家可以看到本地的经济发展 还有就业 同时也可以增加本地的供应 可以增加本地的旅游业供应 从这张图上 右边这张图上 所有的这些地点呢 都是有绝佳的优势 通过网站 大家也可以找到 大家感兴趣的机会 所以我强烈地建议大家 能够不时地去打开这个网站 看一看又出现了哪些新的项目 说到投资和具体的门户网站 我们今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站 这是供大家投资于旅游业使用的 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投资类型和机会 有些是已经批准的 比如说学生宿舍 另外 说到刚才的那个修道院 我们也有不同的选项 此外呢 还有古老的皇宫 城堡 在海边我们也有一些项目 如果大家考虑 要从一开始进行投资的话 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技术文件 都有一个技术文件 其中可以看到相关的图纸 设计 还有布局 比如说像这个城堡 这个皇宫 这个就是可以让这些投资者 从图纸 从概念图开始进行考虑 是否要进行投资 这些在网站上都有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不同的激励措施 还有退税政策 这些对于投资者来说 投资于葡萄牙都是非常有益的 我可以把这个PPT发给大家 我只是想给大家介绍不同的投资方式 比如说像信贷额度 还有不同的设施 还有企业 另外如果大家考虑 要购买或者是收购的话 进行投资的话 那么同时还需要有相应的 相应的这个证件 比如说像深根地区的签证 还有工作签证等等 另外还有临时居住证 永久居住证 通常在葡萄牙 用的最多的 都是不动产的这样一个证明 比如说是5000欧元以上 不动产的证明 此外呢 在葡萄牙投资 还会有巨大的收益 上面有所展示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项呢 当你去给葡萄牙考虑投资的话 就是要需要提前找到的 就是关于公司的税收方面 对于这一个方面呢 葡萄牙国家旅游局 已经建立了不同的这个税收手段 那对于那些想要给葡萄牙投资的公司来说 他们也有不同的这个激励项和税收的减免 那比如说投资的这些可限的 不可见的这些税收减免 那么同样 也有一些印花税方面的减免 那如果这些公司呢 在内地建立他们的基地的话 那么 当然政府也会给另外的一些 这个产业税上面的优惠 对于非居民的投资的话 也会有一些税收的体制 那么这些特殊的水 体制呢 也会适用于他们的个人收入 那么这个税收大概是在20%左右 因为要去 因为要取决于他们的 有多高的附加价值 那么 对于免税和减税的话 也会考虑到对社会的贡献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长期的公司 有长期的雇佣的话 如果你去雇佣一些外出的监狱服务人员的话 也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 那么 在左边的话看到的这些电子邮件地址 第四个 你就可以发邮件给我们来询问 关于在葡萄牙旅游业投资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同样也有办事处在北京 在上海 那么我是在上海办事处的 上海办事处的参赞 那我也很欢迎大家来给予 来见我 来给我提问题 那非常感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 地亚哥先生 对葡萄牙旅游业的介绍 那今天我们就有请 最后一位这个影响嘉宾 那么在葡萄牙开展投资合作应该如何办理相关的手续呢 下面我们就 下面我们就有请 PLMJ律师事务所 国际协理律师 费雷拉女士 为大家详细讲解 如何在葡萄牙设立公司 有请费雷拉女士 Thank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感谢大家 大家早上好 你们好 今天呢 我非常高兴 可以被邀请给大家 做这样一个演讲 关于呢 在葡萄牙建立公司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那也非常感谢这次 集贸促进局给我的邀请 我现在在葡萄牙 我直接呢 给大家切入到我们的投资建公司的这些 这些事宜上面 那我想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这些问题 那首先的话 我想让大家去想一下 对于那些外资的创业者 他们在葡萄牙投资的话 需要去决定 需要去对一些问题上面有一些答案 比如说给公司分配多大的资产 什么样 作为创业者应该有怎样的责任 那么怎样的一个资本呢 是必须的 那公司应不应该有其他的合作伙伴或者持股人 那这些答案呢 将会决定你到底想在葡萄牙建立一个怎样的公司 那么投资在怎样的一个公司里 那现在呢 我将想要问一下 我们的 问一下 恐怕地参赞 那么 大家呢 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一些简要的信息了 关于葡萄牙的一个投资环境 那现在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建立公司的流程是怎样的 当你知道了在葡萄牙有不同的这个公司种类的之后呢 在 你可以 你可以呢 通过遵循这样的流程来正式的建立公司 那有一个叫葡萄牙也叫 Inblasanoala 它又就是 类似于极客建立公司的 那因为它呢 总共建立公司的流程时间只是少于50分钟的 那也是建立公司最简易的一个流程 那它怎样的运作的呢 它是和公证处和记录 国家记录部门是有直接联系的 那投资者呢可以立即去建立自己的个人 个人配额公司 法定的这些投资公司 那么总共有哪四步呢 第一步是把所有的文件都准备好 那么这些文件呢可以是个人的文件或者说是公司的文件 那取决于谁是公司的持股人 那第二步 投资者应该选择公司的名字 有两种选择的方案 第一种是洗先已经被批准的名字清单上选一个 第二个是洗一个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呢也要看它有没有被占用 那第三步呢 是选择公司的这个备忘录 那取决于不同的公司类型呢 有很多的也有不同的做法 那最后一步呢 是正式的注册公司 那到底需要怎样的文件呢 对于个人来说 最普通的就是身份证 身份类型的文件 比如说公民证 比如说护照 比如说居住许可 以及社保证 那么对于这些法定的主体呢 那么应该给予是公司的一些 公司的执照 那以及公司执照的这个编号 那同样也需要授权书来建立公司 那另一个选择方式呢 是在网上建立这个公司 那有一个官方网站 与这些不同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它是比较 是我们传统的建立方式 建立公司的方式 那它也是最耗时间的 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呢 投资者可以直接去到 注册公司 公正公司的这个办公室里面 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 那么把所有的问题都问了 那对于那些公司呢 有三到四个投资者 三到四个持股人的话 那这种方式呢 可能是最简要的一种方式了 因为现在的疫情问题 很多的文件呢 都可以由线上进行 需求线上进行这个 订阅了 那当然另外一件事 需要记住的就是花费 那第一个是开公司的花费呢 也就是公司注册的花费 它的花费是360欧元 第二个是准入 公司准入许可的这样一个花费 它是70欧元 同样有三个最后期限 让大家去记住 第一个期限呢 是在公司注册的日期 在公司组成的日期呢 应该去指明公司的会计是谁 可以从现有的 现有的表格列表里面选择 也可以直接先选好 那同样在之后呢 需要给予 从公司建立的15日起之后 就需要被上交 那在这个之后呢 如果说有现金的话 现金要被正式的放在公司账户里面 那另外呢 是30日的这个日期 那30日的日期呢 是关于公司注册的 那这个注册必须是从 最先开始公司持有人 到现在的新的公司持有人 那么对于非欧盟居民的 如何去建立公司呢 那么在葡萄牙是欢迎外资来进行 投资的 所以呢 对于葡萄牙公司来说 并不是一个必要性条件 让这些公司有这个葡萄牙的持股 那么也没有对于如何去分发这个利润 利润的分发有一些硬性的限定 那对于外资的这个投资的限定呢 也和国内投资的限定是一样的 那对于中国的公民和对于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公民呢 只要他们不是欧盟的居民的话 有一些细节也是需要有的 作为葡萄牙公司的持股人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葡萄牙的税收 税收码 那也需要有葡萄牙的葡萄牙居民去指派他们 作为他们的葡萄牙税收的这个授权人员 那同样也要有也要有一个有效的签证 这些签证呢 可以从葡萄牙的可以从葡萄牙大使馆或者办事处得到 那我不再我就尽量的长话短说呢 现在我的联系的方式呢 也在最下面 它是我的电子邮件 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去也可以来问我 那我也可以 我在之后呢 也会分享我的这一次PPT 那么给大家看更好的了解 关于在葡萄牙建公司的法律方面的问题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本次的葡萄牙投资环境推介会就到此结束 如果呢 各位参会的企业朋友有相关的问题 可以通过我们待会要提供在屏幕上的这个联系方式 来联系葡萄牙使馆 外交官 目前大屏幕上呢 显示的就是葡萄牙使馆的联系方式 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发送相关的信息 到邮箱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我们本次的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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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